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网路版的《现代启示录》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珍珍 还有我们的启鹏老师 大家好 我是郑启鹏 很高兴来跟各位聊聊唐朝的历史 其实唐朝真正的开创者 我们都知道是唐太宗李世民 他的贞观之志大家都耳熟能详 还有他的武功方面也很有作为 但没想到他都要晚年的时候重病缠身 结果让前朝后宫都弥漫着一股诡诀的氛围 怎么会这样呢 是 我们都知道说 唐太宗李世民任用魏征 房玄陵 杜如慧等闲程 将国家治理得津津有条 对内社会安定 对外武功赫赫 才会缔造历史上很有名的贞观之志 不过缔造的盛事 并不代表他权力交接不会出问题 在他晚年的时候 大家与其说是关心他病体如何 不如说是关心他的权力落在谁家 自己有没有选对边站 身家性命会不会收到保障 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也让唐太宗李世民的驾崩 成为大家众所瞩目的焦点 其实大家对李世民的印象就是 常年征战英明神武 本来想说他可能50岁还是一尾活龙 结果51岁就驾崩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对 那这确实是一个千古谜团 因为无论是新唐书或旧唐书 在太宗本纪之中 都对他的死因语焉不详 只有提到说贞观23年时他重病 重病完之后到了5月就驾崩了 可是人好端端的怎么就这样病逝了呢 也因此众说纷纭 那有人说是他被害死的啦 那也有人说他是扶持了长生不老药 因而暴斃身亡 这边就有一个疑点了 他年轻的时候还取笑秦始皇和武帝说 怎么会去迷信丹药 结果自己老了也迷上炼丹了 对啊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他的死因又是什么 大唐针瓜23年 李世民病重 用宫中气氛诡诀 随时面临新旧政权交替 局势动荡不安 人人自为 不得不为将来打算 只是李世民年轻时勇猛善战 病重时还只是51岁的壮年 病情怎么会急转直下 李世民的死亡 其实很多史书没有记载 那为什么没有记载呢 当然有可能是有所隐瞒 那根据现在比较流传可靠的消息是 李世民是一位立即 李世民的嫡叔儿子有三个 都是长孙皇后生的 老大叫李承前 老二叫李泰 老三叫李治 可是李承前后来谋反 那为什么谋反呢 因为李世民自己先立下不好的典范 就选我们自便 贞观十六年 当朝太子李承前 深感太子之位即将不保 谋害弟弟魏王李泰未遂 决定与侯军吉汉王李元昌等人 煞血为盟以武力叛变 这个事件严重的影响了 唐太宗李世民的后半生 也让他经历临终前 最不平静的一段时光 当然原因是因为李世民在比较 因为他那个时候的笛子有三个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李泰 那李泰的这种行事作风 李世民就觉得跟他是很像 所以李承前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威胁 他就必须要去把这个威胁给扫除 所以他在这个亲近的臣子 比如说侯军吉那样的一个劝售之下 就反叛唐太宗 太子李承前谋反失败被废为庶人 接下来由谁系太子位 三名嫡子就剩下李世民最疼爱的李泰 和性格懦弱的李治 如果按照宗法制度应该轮到嫡次子李泰 但大臣却力挺嫡三子李治 因为李泰的真卫就是导致李承前被逼谋反的原因 所以李承前被废不久 魏王李泰也被降封为东来郡王 从此与皇位绝缘 李治之虽然当过太子之卫 当然第一个他个性温和 李世民知道自己的个性其实有一点缺陷 就选我们知变 他痛下杀手杀自己的兄弟 那李治没有这种个性 李治天性和善对兄弟十分有爱 因此在贞观十八年时 取代李承前被立为太子 不仅如此 李世民更看重的是他的孝顺 根据史料记载 李世民曾考察李治对孝经的理解 李治是对答如流 让父亲倍感欣慰 李治是非常孝顺的孩子 这不是装出来的 他的个性上面来说就是这样 所以他对唐太宗生病以后 可能比那些后宫妃嫔 在照顾他父亲的时候还更周到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汤药 或者是人家进行什么样的这种丹药之类 他都会去做检查 甚至是事先去服用 试吃这样子 所以李世民感动就破例 让他住进皇宫里 李世民被李治的孝心感动 但他怎么样都想不到 破例让太子住进后宫 竟然帮自己招来一顶大绿帽 因为李治不只对父亲孝顺 对庶母更是照顾 这位庶母不是别人 就是将来的武则天 武则天进宫是因为当时唐太宗 广招天下才女入宫 那武则天因为他的父亲的关系 当时有名的官容集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所以武则天因此也被选入宫中做才人 武士的父亲为唐朝开国元勋 他因为才貌出众 十四岁被选入宫 唐太宗次号五妹 后世以儿传儿 称为五妹娘 根据野史记载 五妹娘进宫后 为了吸引皇帝的注意 特意在唐太宗常会经过的地方 守株待兔 武则天入宫是有心机的 既然入宫我也要做个皇后 或做一个比较地位高的女人 可是武则天年纪小 品位又不大 有些野史的记载 武则天就选择唐太宗 进出的这个财房走的药道上面 就躲在那边 就装作昏倒的样子 唐太宗一看 就关心他一上前 两个人就因此天雷沟通帝国 唐太宗李世民为年轻貌美的武才人着迷 相传当天晚上武才人奉照到皇帝请宫时突然雷电交加 仿佛就连老天爷都在为这个命数不凡的女子铺路 刚进宫就受风才人 将来的日子想必一帆丰盛 但很可惜一直到李世民驾崩 武媚娘都还只是个才人 因为唐太宗早就发现 他并不如表面柔顺 反而相当强悍有野心 从武则天晚年回忆 为太宗巡马一事就可窥见 即使对武才人并非特别宠爱 李世民依旧沉醉于他的美貌 直到李淳峰为大唐运势补挂 竟然得到一个称言 改变了他与李世皇族的命运 唐朝基本上是一个迷信的时代 所以不管是任何的大小事 都要去做一些占谱 当时的这个袁天刚还有李淳峰 他们在做占谱的时候 就发现说大唐的运速 大理上会出现一个女主的一种情形 听到称言的李世民 本来打算一不做二不休 清除所有相关人等 无论是姓武的或是武艺上 出类拔萃的人 但李淳峰连忙阻止 因为天命不可为 如果现在就找出这一个女人杀了他 未来还是会有其他人来篡夺大唐江山 但到时候年轻气色将会更凶残 所以唐太宗后来就想那好吧 就静观其变了 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算命上的一种说法 事实上结果是怎么样不知道 所以就比较宽容宽待去看这个事情 即使按兵不动 但杀心已起 首当其冲就是武才人 因为性格遭到李世民忌惮 又有趁言作祟 眼看四面楚歌 这时候唯一能帮他的救命稻草 就是太子李治 这是他保住性命的第一步 所以武则天自然而然就把他的目标 动向了李治 于是随时随地要跟李治接触 如果能留下一个种 或是一个情思 一个情念 这样就好 李治见到武才人的那一刻的时候 史书上用两个字来形容 叫月之 贞观二十年 李世民病重 由武才人亲自照顾 此时太子李治也住进后宫 以便随时侍奉汤药 两人进水楼台 聪明的武才人也随即察觉 太子对自己相当有好感 也因为这样子 因为两个人当时年纪都差不多 五妹娘当然是比李治 要大上四五岁 不过当时就是一个十五六岁 一个大概十九二十 所以年龄上面也没有说差距很大 然后李治又需要像一个母亲一样的角色 去照顾他 所以他很快地就坠入了秦王 根据记载 李治跟武则天是在李治照顾太宗的时候 就在唐太宗床的后面的墙壁上发生了好事 身家性命岌岌可危的武才人赶紧抓住这个机会 相传太子李治也有情有义结下身上的玉佩 保证等他日登机将册封武士为后 不管这个传闻是真是假 有了这层关系就多一分保障 原以为有太子当靠山可保前途无忧 没想到李世民依旧对称言耿耿于怀 他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终于对陪在身边的武才人说 将来震死后你该怎么办 那他最在意的就是武则天 因为武则天已经显露出他的才能 武则天一听就知道 如果继续留在宫里 皇帝将会杀了他 所以他当机立断 下跪表示 清灯古佛了此残身 绝法为泥 这是他保命的第二步 唐太宗原本想刺死武才人 听到他这样说话又吞了回去 毕竟他服侍自己尽心尽力 也没犯过什么错 而五妹娘保命的第三步 就是唐太宗晚年相当倚赖的丹药 那至于谁叫他吃呢 我们可以合理的判断 可能是当时他宠爱的其中一个兵妃 也可以想起来应该是武则天 唐太宗晚年相当迷信丹药 由谁进贡又是谁劝他开始服用 不得而知 但对五妹娘来说 做好两手准备 不管唐太宗是死是活 他都有退路 不过明明李世民年轻时 对长生不老要嗤之以鼻 怎么到了晚年态度 180度大转弯 可是到了年老的时候 才发现一件事情 儿子争夺 夺敌事情常发生 后宫不安宁 我要身体有病 因为李世民早年打高磊 打什么时候 打仗的时候 实际上累积很多旧期 怎么办呢 这让他对医药渐渐失望 转而寻求自己曾经排斥的 长生不老药 希望这些方式的丹药 真的能对自己的病痛有所助益 当唐太宗连续服用两年到家丹药 依然不见成效之后 他开始转向国外 当时大将王玄策为了迎合皇帝 向他推荐了来自天主的方式 那这位方式声称自己 已经活了两百岁 而且有长生不老之数 能配置丹药 这样的说法打动了李世民 不仅厚礼相待 还请他到宫里面练制丹药 李世民一吃发现力量太强 身体就慢慢的症状转距 不久之后李世民就加工了 那我们可以判断说 他的力疾也许也是吃丹药而来的 威震内外的天克汗竟然被来路不明的丹药害死 不过这名天主方氏却全身而退 原因是继位的唐高宗李治 怕消息传出去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也让堂堂一国之君落得如此下场 由于李世民死的实在是太过窝囊了 唐代的史官还有意隐瞒喔 不过后世史学家从诸师马基中 看出真相 记录旧堂书里 这才让人知道 李世民曾经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GET 殿下 陛下 已经加工了 GUSTA GUSTA E GUSTA I BRE BRE